这就开始了 这就开始了 先接上吧 这就是视频 嗨 你们好 说说吧 我有一个小秘密想跟你们说一说 你这小秘密可就是都不喝出去了 可以再接不想说呀 是我没有跟我身边的朋友们说过的 现在他们就要知道了 你说说吧 最近有一个喜欢的 还比较喜欢的一个人 然后呢 就是因为我们是同事 最有一次让我特别觉得有好感 是因为有的时候女孩子那几天嘛 会不舒服 然后我的椅子上 工位上啊 就会垫一个靠枕 然后有一次呢 她看到了 她就给我端了一杯红糖水 你是来秀来了吗 就是说 我知道她这样是喜欢我吗 对对 我就是 如果她是这样的人 她可能就是一个善良 善良 那你如果也是可以 红糖水我觉得挺私密的 还行 我都发现不了 你怎么就通过一个靠垫判断车 需要一杯红糖水呢 她可能躺着了呗 疼了呗 难受了呗 表现渴 我真心觉得 我现在对她还是很有好感 所以我就 我就做了一件事 我觉得挺蠢的 就是情人节的时候 当时是只想给她一个人巧克力 后来我觉得 她太明显了 然后我就买了两大盒 给大家分 但是她的出炎 因为她不太好 我就是这样了 我会吧 就要请同你看 但如果我们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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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